大家好 我这盆都用呢 是去年从这颗都用上面修剪下来 清擦的 经过了冬天 我是把它放在室内养护的 然后切手光照 现在呢 长得非常油绿 而且呢 清擦的时候我用的是 沙滋土壤 沙滋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差 在入冬的时候呢 我给这盆都用买了一些有机肥 改变土壤的性质 让沙滋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变强 让土壤形成更好的团列结构 让根系更好的生长 吸收养分 现在呢 长得非常旺盛了 我给它托盆 换上一个新的土壤 让它更好的生长 根系呢是非常发达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一些毛细根去掉 能让它重新蒙发新的根系 新的根系呢是吸收能力强 最有活力的 我们不要伤到它主根就行了 把一些毛细根去掉 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 用到的土壤 因为呢是小颗的多用 主要是出生长为主 我用的是沙滋土 如果是老庄的多用呢 我们用的是颗粒土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百分之三十的泥团就可以了 我这个呢是 和河沙 一份 加 培育土 一份 柔沙主要是 利水性 透气性 非常好 有利于植物的根系生长 这个培育土呢 主要是 保血保肥 富含有机制 为了让这个沙滋土壤 保肥 保血能力 变强 用百分之十的 羊分 一起搅拌 主要是 增加土壤的 腐脂汁 还有脂汁 能改善土壤 花盆呢 我们不要选择太大的 选择豪室的就可以了 太大的话 容易积水 由于我们上盆的时候呢 用的是 稠土上盆 上好盆之后呢 我们不要急着给它浇水 等过上三四天 浇水的时候 我们添加一勺 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生根粉 含有天然的活性生根物质 能促进 多肉呢 爆发式长出新根 长出新的根系 吸收能力强 它会 长出更多的叶片 好了 喜欢咬护多肉的花眼门 特别是在春天 给它换盆 小盆的多肉呢 我们选择的土壤 和老庄的多肉 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出生枣为主 好了 再见